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总结了年终 大家最关系咨询中被问到最多的6个问题 跟大家一起分享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探法 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 我是Yoyo,专注于投资策略规划 不存房产分析和物业管理分享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并点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今后的视频了 这两年自疫情之后 澳洲房价整体表现如何 还会有谷底低位的机会吗 我们先看一下这幅图 记录了从2020年2月疫情开始 截止到6月份2024年上半年 其中佩斯阿德雷德和布里斯班 在过去4年多增长了60%左右 其他的首府城市在过去4年多 增长率从11%到31%不等 由此可见 各大首府城市的房产 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分化 那么以下两幅图分别是 全澳首府城市2023财年的数据 以及2024财年的房产数据 不难看出2023财年 阿德雷德和佩斯的年度房价 就已经不同于其他的首府城市 开始回调并正向增长 而其他首府城市都在负增长 其中也包括了布里斯班 2023财年房价下跌了6.2% 大家知道吗 布里斯班在过去的4年中 有两个低位时段 一个是在2020年的8月份 一个是在2022年底 那评论区告诉我是否在 这两个时段你有买到物业呢 刚刚过去的2024财年呢 除了霍巴特唯一负增长之外呢 其他首府城市都有呈现正向增长了 其中布里斯突破了年增长率超过20% 以23.6%的绝对优势遥遥领先 那布里斯班和阿德雷德呢 也分别是15.8%和15.4% 稳居前三 那意味着平均每个月的增长超过1% 还是否有抄底的可能吗 尤其大家都在说要加息了 那这也引出我们第二个问题 由于通货膨胀依然还未回归期望值 那我认为呢 2024年接下来可能会再经历 一到或者是最多两次的加息 明年有望看到利息开始下降 不过我认为利率的变动 并不能根本性的决定房产走势 澳洲房产许多强劲且引人注目的繁荣期呢 都是发生在高利率和上升的利率时期 之前视频我们有专门分析 纵观30多年利息跟房价的一个关联 得出的结论就是当利息低的时候 借贷能力增加 借贷成本相对较低 那房产市场会相对比较活跃 更有助于推动这个房价上涨 但是反观 图中的几次红色标志呢 也是代表了利息上调 但房价并没有大幅度影响 经过一段调整期之后呢 房价还是稳健上涨的 举个例子 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呢 利率也是达到了17%甚至更高 但是房价呢依然火爆 再比如像去年2023年 尽管利息处于高位并不断攀升 许多首府城市仍然是呈现出 非常强劲的房价增长 那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2023年初 你买了一套62万5的别墅 贷款是80% 那么以50万的贷款 30年这个本息同还为例 那如果2023年初的这个利息 是5% 那么你每个月还款是2685 那中间经历了几次加息之后呢 那举例目前的贷款利息 为6.5% 那么每月还款增加到 这个3161 每一个月的这个 还款增加是476块 一年就增加了5712 但是年初这个62万5的房产 到2023年年底 就算一年只有3%的涨幅啊 那么这一年的房产增值就有18,750 那如果有5%的这个年增长涨幅 那么一年就有31250的这样一个增长 那么像布里斯班在2023年年度的话呢 它有基本上是10.7%的涨幅 那么就意味着这一年的增长就达到了66,875 那么跟一年利息的成本增加不到6000块 那你是会如何选择呢 评论区说说你的观点啊 刚刚提到利息并非直接影响房价决定性的因素 那什么才是影响房价的根本因素呢 影响房价的关键因素呢 是供应和需求的动态变化 各大城市的房价呢 涨幅它是取决于房屋购买数量的需求 以及可购买房产数量的供应部分 也就是销售与新增上市的这样一个比例 这个比例唯一呢 就表示了买方需求和可供给量之间的一个平衡 那每挂牌一个出售的房产 它就对应一个购买 那如果说是比例大于一 表示销售良好 交易多于新增上市 那么市场活跃 它就会带动房价增长 比如说像普洛斯 布里斯班阿德雷的都是这个原因 但如果是比例小于一的话呢 就表示市场疲软 上市房产多于被购买的这样一个数量 通过这张图 我们可以知道过去12个月 布里斯班市场有5万5千套的这个住宅成交 但是仅有4万7千套的这样一个新上市 这就导致了竞争激烈和价格涨幅 那相比之下呢 墨尔本市场有9万8千套的新上市房产 但是成交量仅为8万5千套 那买家他会有更多的选择 谈判能力更强 那么市场增长缓慢 所以说除了墨尔本和霍巴特以外呢 其余的城市都是需求大于供应的 这也是为什么摩尔本房价在过去12个月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 除了供需关系呢 人口迁移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自疫情以来呢 昆州人口进迁的入量大幅增加 尤其是来自西南威尔市州的迁移 那布里斯班与悉尼的房价差价还是存在的 那么它吸引着购房者 此外呢 昆士兰的海外进迁移量呢 也是穿下新高 这些现象都会推动布里斯班房价 我们本地和跨中买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布里斯班未来房价总是如何 我应该现在入市吗 我认为布里斯班房价近期还会持续上涨一段时间 那布里斯班在今年年初被评为 全澳2024年房产市场的新星Rising Star 这个评估呢 是通过租金增长 控制率 销售活动 价格的近期变化 以及基础设施的支出 这五项基本指标对各大首府城市进行排名 而布里斯班在综合指标的分数最高 那布里斯班这种短期和长期的强劲表现呢 也是归功于这个良好的基本面 大家在投资项目的时候 一定要看这个地区的发展 政府是否有计划在该地区注入资金 人力物力等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呢 就是该地区的基本面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 有详细为大家讲解过 这些项目和从中受益的Suburb 我们都知道布里斯班江是 2032年奥运的主办城市 在过去的几年房价也有大幅上涨 不过除了奥运光环以外呢 我们刚刚提到的人口供需之外 我们还要看一看布里斯班的另外一个基本面 那么就是基础建设 像这个Cross River Rail Brisbane Metro Quinds Wolf International Cruise Terminal等等 那如果大家对这个布里斯班基建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点击视频链接查看啊 那以上的这些基建呢 和这个经济活动 为布里斯班的房地产带来了正面影响 虽然万众瞩目的2032奥运会上有数年 但相关的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 将继续提升这个本地房地产市场信心和需求 与悉尼和马尔根相比呢 布里斯班仍具有相对的这个价值优势 我们在帮客人找房的时候 就经常会发现地段比较好 品项比较好的房子都非常抢手 有些呢 真的是上市不到一周就已经under contract了 你会推荐布里斯班的哪些区域 我应该买公寓 连排别墅 还是带地别墅呢 我们之前也有做过视频 分享大布里斯班的增长区域 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查看视频啊 那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几个基础设施周边的受贿的这个区域 我相信呢 房价在接下来还是会继续稳健增长的 即便是加息会带来一点冲击 增长缓慢或者是停滞 但跌入谷底的概率不大 那基于这种可负担性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布里斯班 外环区域的这个房子需求量开始上涨 另外呢 明显一个上涨趋势就是人们 对布里斯班单元房的需求 过去呢 我们传统观点认为呢 拥有土地别墅值潜力 是比公寓一定要好的 但是在布里斯班 许多地区的这个单元房的房价增长 已经超过了独立屋 那这不仅仅是公寓的可负担性 更多呢 也是人们对lifestyle的一个追求 毕竟他进市中心附近的就业啊 生活设施齐全便利 比如像单身young couple 还有包括退休人士 他更加注重生活品质 还有就是更看重居住在公寓的隐私和安全性 以及好打理的这些优势 那这一点呢 我们在出租房的时候是深有体会的 对于内城区的公寓 基本上都在一个open就很快走掉了 而对于独立屋这个租赁情况呢 除了相对品项比较新的 户型设计比较好 位置优越的别墅走得比较快 但是像这种非常旧的 尤其是只有一个位于的品项比较差的别墅呢 出租时间要明显比去年更久 那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建议大家去买公寓啊 究竟什么样的物业更适合您呢 还是需要具体案里具体分析 而不是盲目不实投资 有什么投资建议可以给到年轻一代的投资者吗 对于想要建立投资组合 但又不知道该如何下手的买家 具体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我认为投资者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盲目跟风 那比较成功的投资者呢 他们都是愿意学习和借力的 数据显示澳洲拥有五套以上的投资物业的人不到1% 大部分人不惜向这个银行贷款去购买昂贵的物业 但却不愿花万分之一的价格去咨询专业人士 那这样既节省了时间精力也能少走弯路 另外在投资路上呢 是需要做出相应的妥协和牺牲的 没有人能够在第一次购买的时候就能实现梦想中的这个房子品项和位置 买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房子 首先要有目标 建立一个实现目标策略 那具体详细内容呢 可以参考我们之前分享的投资者最容易犯的八大错误 那大家可以见见一下 如果你也想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客定投资组合 欢迎点击预议免费咨询 看看我们如何可以根据您的需求和预算 最大程度上的帮您实现投资目标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欢迎给我们一键三连 转发给有需要的朋友 感谢大家长期的支持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